盘点十几个让高潮迭起的一种性爱秘诀 第一点就是和伴侣一起看A片 又彼此的一种个性有些拘谨的话 不妨一起挑选喜欢的A片 跟着剧情发展了一步一步的通往浴火焚身的一种忘我境界 第二点就是预留足够的时间来暖机 有科学的根据人体需要45分钟的一种时间来进入一个状态 所以请提早来喊醒你们的一个爱爱时光 第三点就是无论谁在上面 磨蹭比上下抽动来得更让人疯狂 别总着急从上面冲击 缓缓的磨蹭享受和另一半私密的一种肌肤的接触 第四点就是让自己处于完全敏感的一种状态 所有的感官都能够被刺激 爱爱时呢可别再想了工作的事情 让自己呢做到最放松的一种状态 打开你的每一个感官 第五点就是舌头是超强助攻的 舌头在爱爱时扮演的一个角色 它是无比的重要的 基本甜甜深情跟深情的一种话 都会运用就有多么的高人 第六点就是在瘟疫中自慰了 花些时间呢在瘟疫时专注的取悦自己 探索身体的每一个可能性 有助于更了解自己的一个敏感地带哦 第七点呢就是热感蕴滑剂 热身蕴滑剂会缓慢的升温 从而将血液流量啊增加到任何应用的一个领域当中 用来按摩或者是纯粹的润滑都能够让情郁快速的升温哦 第八点呢就是爱点游戏环节 市面上有很多的一种情趣之牌 有一种游戏啊它是可以参考的 但其实呢只要加一点娱乐的一种环节 就可以呢增添很多的一种趣味了 第九点就是反攻了 如果都是另一般主动的话 何尝不试试看一下反攻呢 墙内的一种反差感或许呢 让对方啊更加狠狠的想疼爱你 第十点就是不要害羞敞开自己的一个秘密花园了 让伴侣呢爱抚花园的入口呢 它是很勾魂的 又倘若自己啊大方的敞开要人的花谢的话呢 更是墙内的一种视觉上的一种勾引了 十一呢就是练习接吻 让另一半呢静静的让你吻一分钟 可以完整的表达自己喜欢接吻的一种方式 无论呢是前吻还是深吻 都是呢让皮子更了解对方的一种接吻方式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记得帮忙点击订阅点赞加收藏转发 下期再见咯